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 我是郭立方 那也欢迎大家呢 到我们的这个YT 搜寻这个98新闻台 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 是非常有趣的高股息ETF 但是我题目是高股息ETF的求生数 怎么说呢 其实立方跟很多的投资人一样 都很喜欢高股息这个题目 我想很多人在存股也好 不管是存或者是存ETF 或者是存所谓的基金也好 都很喜欢这个配息 那配息呢就是越高越好 那立方就观察到一个现象 感觉上好像标榜高股息 这三个字 就好像是一个就是关键字 那大家眼睛就一亮 然后就觉得 我就资金就可以放在那边 可是立方去做了这个 过去一年以来的 这个高股息相关ETF的 这个绩效的怎么讲 功课之后就发现一个蛮大 蛮诡异的事情 我发现啊 竟然有的ETF表现很好 然后呢 竟然就是可以到一年的报酬率 到30几% 甚至40%以上 可是也有标榜高股息的 这样一年的绩效竟然不到5% 等于说5%不到 然后到40几% 这个落差有八倍之多 我就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特别就找来 我们的凯基投信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的这个策略的 投资策略部的主管 汪玉杰 Jay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块的部分 Jay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 跟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Jay好 那我其实我刚刚是不是有说 我去做了一个功课 就是说我发现 我可以讲一下我的观察 我就发现说 过去一年以来 这些相关高股息的这个 档数有24689 大概很多档 就是10档左右 那我发现前几名 比方说这个00915 这个韩息的报酬率有41点多% 然后00878 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的 然后有32.5% 那0056有35.9 那像00713也有30% 这几个是表现都蛮好的 有30几%甚至40几% 可是我发现有一档 我就不方便 好像不太好意思讲他是谁 竟然才1.5% 为什么到底怎么会落差这么大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市场上的这些相关的高股息的ETF 到底是有哪几种类型 才会落差这么大 然后或者是说 再来进一步教我们 到底要怎么去挑到对的高股息的ETF 好不好 OK好 首先我先举几个数字 来说一下到底高股息有多行 所以说现在买高股息ETF是全民运动 一点都不为过 其实我今天早上在看新闻的时候才看到 一个标题是今年以来 我们的这个台股 应该说整个台股ETF的受益人数增长 即将要突破百万 光从年初到现在 而且是受益人数 就是新增 对新增的 那在这个一百万中间呢 有超过半数甚至六成以上 其实都是高股息ETF的受益人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今年以来高股息的受益人 光是在今年的成长幅度就已经来到近三成左右 也就是说百分之三十的投资人是在今年才成为高股息 投入了 所以它真的非常的热 那真的如果要回溯到高股息的历史来看 它真的起飞的时间点 其实大概就跟台股这一波 整个说历史上第二波大多头的起点是接近的 因为大致上就是从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台股一路跌到八千多点 然后一路往上涨一万点到一万八千多点 就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其实台股重新被投资人看到 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说高股息现在到底有多的 除了受益人数的增长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如同主持人您刚所说的 档数的增加也非常的惊人 对啊所以演化了论都不知道怎么选 我们来盘点一下现在的高股息喔 其实到上个礼拜最新的数字 我们现在有15档的高股息 总共已经有15档了 那这15档里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把它分三个时间点来看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2010年之前 对 那已经很久远了 2010年之前只有一档高股息 也就是最老牌的0056 大家都知道 对 2007年的12月26号上市 那直到下一档的出现已经是十年后了 因为第二档高股息是国泰的00701 701 701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听到 因为都听878 大家都听878 比较多 但其实第二档是国泰的一个低波动股力精选 它的上市时间就是2017年的8月17号 所以从2007年一直到2017年 是长达十年的时间 大家其实对高股息等于说 反映市场没有那么多的需求 那不过呢从第二档出现之后 一直到2020年之前 总共有五档的发行 那这五档里面就包含了大家 最熟悉的这个现在国民ETF 00878 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股息现在最大的两档 56 878 那两档都是2000亿台并以上的规模 我也曾经买过 我相信在这个线上的 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应该大家都有 这真的是全民ETF 尤其是878的受益人是百万以上 所以 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 认识他的这个受益人 那真正的战国时代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高股息从台股的上涨 到现在 2021年之后有半数 我们刚刚讲十五档里面超过一半 都是 都是在2021年之后发行的 那其实在这所有的这个高股息ETF里面 我们大致分类的话 可以分成是四种不同的 四种 我们讲流派 我们归纳一下 我们不要一个一个点 但是大体上的方向 因为 如同主人总是讲就是大家都叫高股息 可是我们会看到他的名字啊 其实各有巧妙不同 对啊对啊 像最早的元大高股息 他就三个字嘛 高股息 没了 那后面的话看到也有低波动的 然后有优质 然后有ESG开始进来了 对 永续的 然后存骨的也有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就去拆解一下 我们先讲最最传统的那一个 就是高股息 他的逻辑上 我们会比较倾向说 他是一个所谓的单因子的选股逻辑 也就是股息是他在挑选他一篮子成分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OK 就是股息 所以以这种传统来看 通常我们要去注意他的这个选股逻辑 就会看他的股息的筛选依据是什么 我们举个例来说 像比如说以0056来说的话 他的股利筛选他比较倾向就是会用预测未来的股利率 他等于是用一个这个退估的方式 那878的话呢 他会是比较参考是过去的 可能三年跟一年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很大程度去影响他在挑选股票的这个逻辑上面是不同 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单一因子 那也有所谓的多因子吗 对 感觉上 多因子的话就是看名字比较长的通常就是多因子 哦 名字比较长 对对对对 那如果像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第二档 这个00701 他是低波动股利 所以很明显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得出来 他纳入了所谓的波动因子 OK 也就是说他在选股上面 除了他必须要 当然高股息是基本的 因为高股息一定息要比 至少比大盘来的高 那低波动的话就是说他会去参考股价的波动性 因为我们其实在投资高股息ETF 绝大多数的投资我相信都是以存 跟长期累积资产 是 以及重视期 所以稳定就变得很重要 大家不是为了买标股 来买的 所以第二种的话多因子通常就会纳入 比如说像是获利啊波动啊 甚至配息的稳定度这些都会被 是 纳到他的选股逻辑里面 OK 好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几种类型吗 对 那还有 后面衍生出来的第三种 第四种 那个就是后面的这个 我们讲2021年之后的战国时代 新跑出来的 OK 那第三个流派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归类为追求 绝对的高股息 领取股息 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判断说一个 高股息ETF啊 它的配息来源 因为大家其实现在也是都非常在探讨说 你这个高股息ETF的配息要从哪里来 那其实我们觉得大家不要想得这么复杂 大家可以把高股息就视为是 任何一间公司的股票是一样 那一间公司它的配息 不外乎就是来自公司赚不赚钱 是啊 你赚了钱多 那你自然 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 这个能力去配息 那我们讲高股息ETF通常有三个口袋 三个配息的口袋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成分股的配发股利 这是最直观的 那第二个呢叫做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 因为你的股票会涨 对 那你如果有在换股的时候 有已实现的利得的话 那个也是第二个口袋 第三个也是最近新闻常见报 叫平准金 平准金是第三个口袋 好 那我们先来看 那刚刚我们讲的第三 为什么要提这个 就是因为要解释第三个流派之前 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三个口袋 好 受益来源 对 鼓励资本利得平准金 平准金 那其中呢 呃我们讲第三个流派就是 他会追求他的成分股里面 要抓到的是 真正可以配比较多息的 这个公司 那这个跟第一个那种 传统的高股息 比较大的差异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传统高股息 他可能会是 Either用未来 那或者是你用过去的 去推算 嗯 我现在的成分股 到了我的配息 旺季可能会领多少 是 那第三种流派这个绝对高息 就是呢 我在公司已经宣布之后 我才去做 我的指数的 考虑 考虑 所以我可以很准的去看到说 这些公司就是配最多的 嗯哼 所以通常这一类型的 他的鼓励收入 会 就会就会比较高 OK 对 那再来第四类型的话 就是会走到比较 呃不是全市场的 可能就是特定产业的 比如说我就只投电子 只投半导体 OK 或者是只投这个 船金 好 这样 OK好 那其实我有个问题 延伸你刚刚帮我们解释的 就是四个分 四大类喔 就是第三个流派 你虽然有就追求这个所谓的 绝对的高息的这个部分 可是然后是等这个公司公布之后 我才考虑纳入我的成分股 可是啊我看到你们不管是哪一个高股息的ETF 都有标榜自己follow的这个指数 对不对 比方说有什么多因子高选的高股息指数啊 或优选的台湾优利高田息的这个相关的指数 那有些是每半年调整一次 有的是每一年调整一次 那您刚刚讲的我以为就是说 你我在挑成分股的时候 不是每一档ETF都是我公告的那个时候 然后每一年的几月到或哪一个月 两次或一次 那个月份才会去调整吗 那您说 主动等这些可能观察市场上的这些 比较有 有那个本钱去发高股利的这些公司 再把它纳入是什么意思 纳入观察 然后等那个时候再 列入您的成分股的意思吗 其实ETF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决定他命运的就是指数的设计 因为ETF不像主动基金 他有经理人的主观判断 他想换股就可以换 ETF没有 一年ETF规则定了就是定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ETF在指数设计通常如同主持人所说的 市面上的高股息ETF大部分就是一年两换 那一年两换有可能譬如说是在6月跟12月 他通常就是半年嘛 所以6月12月或者是1月2月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换方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追求绝对高股息的做法 因为我们知道台股的股利高峰期 其实是大概每年的5月份开始到8月份 所以年终的这段时间 所以他可以在指数设计上面去把它的指数编制 变成是5月份做一次换股 所以他在5月份那一次的时候呢 那个时间点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配发 对公报他实际的这个配息 就是公布但不见得发 对所以那一次他可以去抓后面的股息 那下一次可能就是也还是用预测的 ok 就是说他的设计上是这样 好那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啊 也是我长期的疑惑 那像台股就是有这些像我们自己 我想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 就是我可能8月9月甚至7月 我就开始都在领各种股利 那感觉股利应该是旺季大概就是9月吧 以前大概应该都领完了 会不会之后进入第四季之后也没有再领股利了 那未来的接下来高股息 我看很多的ETF各家都标榜 我的配息率有多高 然后我又配几块 然后这样承算一下来 我的年化的配息率有多高 那我个人是觉得很疑惑 你现在这种相对我过去三个月都领 蛮多的一个情况下 我配的多感觉上是正常的 可是进入第四季之后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股利可以发了 那会不会我这个相关的配息的这个金额会掉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高股息 为什么在最近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就是它可以透过我们讲的春耕夏云秋收冬场 所以我们高股息的优势在于说 它在股息忘记收进来的息啊 它可以放在口袋 它不会一次把它配出去 我们在看说 比如说你假设一档高股息年化是假设八个percent 那八个percent里面可能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息 就通通都集中在组成说 它就是在六七八九 这几个月就全部都领完 那但是呢 它可以把它做一个平滑化 也就是说我在忘记的时候收了 存在我的粮草 存在我的口袋里面 那但是在我未来的可能 第四季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这个比较淡季的时候 在平滑的去把它发出去 所以倒不至于是出现说 除非啦 那个公司它的配息政策 那个ETF选择我一次通打完 那后面就的确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回过头去看 如果投资朋友想要去看说 一档ETF它怎么去推算它的配息能力啊 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三个口袋都要一起看 这个我们是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 我们刚刚讲三个口袋里面 其实都可以作为配息的来源 那这三个口袋的加总 其实就反映在主持人最一开始所讲的 总报酬上面 因为我们通常看到 在网路上或是市场上的讨论 大家都很着重在席率的高低 但是就像公司一样 一间公司你要能够配发高股息 那前提一定是最好的状况 是它要赚钱 而不是说 比如说我的股价一直往下跌 我如果都配一样股价往下跌 我的席率会提高 可是这个大家不乐见 是啊 ETF净值下降有什么用呢 对 所以总报酬一定要去看 那怎么看总报酬呢 就是每一家投信 其实我们去点它ETF的 那个那档ETF 你去看它的净值 它旁边都会放一个叫净值组成 那其实如果把净值组成 点出来的话 它下面会拆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它的基本面额 那通常大部分现在的基本面额 大概都是15块起价 那后面的B跟C 就是重点啦 B的部分的话呢 会是叫收益平准金 那虽然它名字叫收益平准金 但其实它里面就是包含了 我们刚刚讲的鼓励收入 跟这个现在 对热议的 平准金 平准金 对资本利的会被放在第三项 叫做资本损益平准金 所以B里面有两个口袋 鼓励跟平准金 那C的话呢 则是会有资本利得 所以这三个加总起来 就会是 现在这个ETF 目前的净值 就15块往上叠加B跟C 了解 所以我要怎么去看这个比例 和哪些比较高是比较好的呢 那其实比例的高跟低呢 没有绝对的好 就像我们今天讲一间公司 通常我们在看一间公司 譬如说选存股標的 其实我们更多的 还是会去看说 它的营运模式啊 未来的展望 我们倒不会说真的去细猜说 你的收入是来自于A业务 B业务 C业务 D业务猜得这么细 只要你overall这个公司 是好的 就是好的 所以我们也是从 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不过这 这两个刚刚讲的这个 B口袋跟C口袋 它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于 呃这个B口袋 它的股力收入这一块 通常会是 比较确定的 嗯哼 因为我们说 你今天你一档 这个ETF 成分股的 配发的股力 嗯 那个是扎扎实实的 前进到口袋的 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想要提一下 就所谓的平准金 哦 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也看到最近市场上 很多在讨论 平准金到底是 好还是不好 嗯哼 其实平准金 一开始的初衷 就是为了做 竹神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为了品华化配息 嗯哼 那我们举个例子 譬如说我今天 假设我们在股息高峰 是六月开始 嗯 那我们有 十个投资人 嗯哼 在五月底的时候 已经在基金里面了 那经过了这个股力高峰 这段时间呢 我收了十块钱 嗯哼 那十个人 十块钱 每个人是不是应该 可以分一块钱 一块钱 可是我当我收完十块之后 假设到了九月底 嗯 有另外十个人 有进场 我又进来了 那变成二十个人 去分十块钱 嗯不公平 就不公平 对 平准金唯一的目的就是 让这些新进来的 在没有参与到 鼓励配发的投资人 嗯哼 去补足那个 原本他这些六月份 进场的 前十个人 应该有的水准 嗯哼 所以平准金这个制度 他呃 他的这个产生 只有在有大量的新资金 涌入的时候 才会增加 嗯哼 所以这是第二个中 可是感觉最近一波的 就是新成立的很多的 呃 后面这几檔 ETF的那个受益人增加人数是很快 您也提到就是说 诶 可能今年以来的 这些新增的 大概一半以上 都是 涌入高股息的ETF 可在这些里面 又有百分之三十percent的人 基本上 都是 新的受益人 就是新的投资者 这样子啊 对 那也要看 就是看那三十个percent的人 涌入时间啊 因为如果假设他在第一季的时间点去布局 嗯 那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第一季我的钱还来得及 就是投入到十季的股票里面 嗯 那第二季第三季的配息旺季 就有零到 嗯 那真正会有比较影响的 就是说 你的收益人数增加 如果刚好就是在 股息的配发旺季中陆续增加的 尤其 有一些规模成长的 真的很快 特别快 他的翻 他可能不是几十percent 他是几倍数的成长 所以有些高股息成长 真的非常快 嗯嗯 那如果原本你是从五十亿成长到四百亿 你现在翻了八倍 嗯 那势必一定会从平准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公平的机制啦 对啊 他没有办法去创造额外的鼓励 他只是为了平滑化 我觉得金管会出来喊话嘛 就是说各家图信 都也是要去清楚去解释 这个平准基的部分 那他是怎么样一个分配的一个情绪 其实就讲清楚就好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对 投资人比较有保障的一个 一个做法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真正的 要探讨的应该是说 还是回到 嗯 我们前面所讲的 不要只从职利率的高低去调 这个才是重点 就我们回到说最重要的 其实是要看机制 那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再展开来讲一下 对 各个机制他可能会碰到的优点 跟可能会碰到的弱点 可是你说叫我们不要标榜 就是只看配息率 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只看配息率啊 那我看各家很多都是在明明讲说 我现在年化有多少 甚至有个有超过10%以上 这样子 就感觉是而且很多的 像立方也是嘛 就是我们很多的投资界的达人 也都会在各自的粉丝专业上里面 有一些自己的观察 然后我看只要一喊进 大家都会为之一热 这样就觉得我好像很夯 那我向来是对于 特别热门的东西 我感觉啦 我自己可能 因为做记者做久了 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我都会觉得 那我功课要做更多一点 才能够去做分析 真的不是股息越高 或者是配息越高就越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今天在这边 就是说我们可以 再展开来讲一下 不是说只讨论 配息越高低 因为说实在的 所有的这些ETF啊 我会比较比较像 有点像在挑车子 有的人喜欢跑车 有的人喜欢SUV 那没有考车一定就比较好 也没有一次 就是从最从需求 适合你自己 所以或许等一下 我们可以再打开来讲一下 那让大家更方便去找说 你喜欢的是哪一个类型的高股息 我觉得其实啊 大家以前讲高股息 都是为了就是说 我有一个稳健的配息 然后有个现金流 可是我觉得今年以来 AI涨太多了 所以就变成有些高股息 里面电子成分股比较高的 他的绩效就特别的厉害 或特别漂亮 配息也配的比较多 那反正大家很混淆 甚至还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先卖掉 赚一波价差再说 再等他那个除权席子 我再买回来 这样子 好那我们下一段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郭立方 那我们今天节目探讨的是高股息 ETF的求生数 那请来的是我们凯基投信 投资策略部的主管 汪玉杰 Jay 那他刚刚在上一段节目 也帮我们分析了 就是说我们国内的高股息的 ETF的四种型 四个大的类型 那接下来呢 那也稍微调了 讲了一下 就是说该怎么挑 就是真的不要那么重视 就是所谓的 这个配序率很高 是唯一的选择 不要这样子想 那我们这段节目 就继续来 请Jay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这些高股息 ETF在挑选上 还有什么样的重点 要注意的呢 OK好 那刚刚有提到用车子 来比喻高股息 那其实不同的高股息 对我来说 就真的就像挑车子一样 你今天你如果想要 挑一台跑车 你就不能期待它很省油 也不能期待它可以装很多东西 那相反 如果你挑的是一台SUV的话 你就不能期待它会 跑很快 跑到两三百 对就是 这重点 那当然这样的逻辑 并不是在任何时间点都适用 因为毕竟 这个股市瞬息万变 就像今年AI 突然高股息变高 变表股 AI族群 原来都是这些高股息 这件事情我想在去年之前 是没有 尤其是更不用说 这些ETF发行的当时 绝对没有预料到 他会变成说 一年可以涨到四成的这种幅度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 就是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个ETF它指数的编制逻辑 虽然它没有这么好懂 但是它是公开资讯 因为通常台股的ETF 它的编制逻辑 都会在这个 台湾指数公司上面找得到 大部分的都 大概九成都会找得到 那尽量去了解它的原则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讲 第一个类别的这个 传统型的 那传统型的高股息的话 通常它就是 基本上它的最大优点 就是在于它可以 它一定可以抓到市场上 所谓比较高股息的 也可以维持 一定程度的吸收水准 但它可能潜在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它的选股机制是 比如说我们以过去的 这个股息为易贵的话 就可能会碰到说 刚好选到一个产业 它在景气循环的高原 对 那高点的时候它配的很多 嗯 那有可能在隔年如果景气循环往下 是 它可能就会配不出来 嗯 就这是比如说最最明显的 旁运股 旁运股 对啊 那像我们的长荣嘛 长荣在去年之前 其实有好几年都是 根本没有配息 对啊 但去年配了14% 嗯 今年更是配了四成多 对啊 那有没有可能一直配 配四五成 这个大概是不太 不太可能说每一年都这样子配 嗯 那但是如果你的机制去 没有做未来的forecast 就很有可能 它没有办法避掉 这是第一个 所以要去看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先讲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这种追求绝对的高股息的 嗯 那最后绝对高股息的话 也是可以很确定 它的这个息收能力 够想 因为它都已经摆明了 我要抓的就是最高的这些息嘛 嗯 那但是同样的就是说 如果只看息 而没有去看个股的波动度 或是加入其他的考量 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说 我 赚了股息却 不一定有办法填息 或甚至是 赔了价差的 的可能 所以通常它的波动度 就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毕竟它 没有没有 做其他程度的考量 嗯 那第四刚刚讲 第四种就是 如果你是特定产业 那就是高度跟那个产业相关 相关 比如说我如果只投资在电子 那电子好就是好 电子不好就是好 这根本一点 一点 闪躲的空间都没有 都没有 最后就是回到我们 比较复杂的就是第二个 有多因子的 那多因子的话 通常它就会有一种 比较相对稳定的特性 因为大部分的 尤其是高股息的多因子 通常会把 几个东西放进去 就是第一个 我们会看的是 企业的营运的稳定度 那它的 观察的方式 有可能是 你过去四季的营收 必须要大于零 有可能 或者是你的 ROE ROA 必须在整个市场的成分股里面 占据一定的比例之上 我先把 营运体质不好的拿掉 我不管你股力多高 那如果你的 营运方法 营运方式不对 不好 那就不要挑 因为稳定一定要先把 坏公司挑掉 那再来就是 波动度的部分 那波动度的话呢 通常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我去看 一檔股票 它过去的波动度 原则上 我们尽量挑选出 比较稳的那一群 因为我们知道 稳定其实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举个例子 美股今年三大指数 道琼 S&P500 NASDAQ 涨最多的是谁 NASDAQ 那这个今年长了三成 可是距离高点 谁最近 是道琼 对 因为道琼去年跌得少 所以即便 道琼今年长得没有 NASDAQ多 但是它去年跌得少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知道 跌50% 要长一倍 对 才能回到原点 所以高股息 为什么会纳入低波动 原因就是 在这个地方 通常它会绑定一起考虑 对 那所以我们只能来讲说 就是 以这种 多因子的 这个 高股息的流派 通常它会追求一个比较高的 我们讲CP值 也就是它的报酬 换算回来 它的 这个波动度 会比较高一些 那当然 配息的绝对的高跟低 就不一定有办法 保证说 有办法像刚刚 对啊 对就是如果你只看配息的话 它或许没有这么的 我们讲 sexy 那么诱人 但 长期来看的话 它反而会是存骨的一个好选择 嗯 那这跟我下一个问题有关了 就说像这样子高股息的ETF 是适合拿来做退休规划的吗 为什么这样问呢 其实我常常在做 因为我常外面讲做都是在 讲都退休规划的建议嘛 那我常常就会建议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 这种两个 两种标的 一个呢就是活到老 零到老的保单 好这种就是可以零到110岁 这是有一些配置在这 另外一种一定也是就是有稳定现金流的 不管你是ETF也好或基金 那你可以两个都有 我自己是就都有了 那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退休之后 就像老保的老年给付 大家都说要倒要倒 可是不管在还没有倒之前 我还是每个月退休之后 每个月领到一笔一笔 对不对 那这种比较在没有工作收入之后 退休后的稳健的现金流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重点不再领得多 而是领得稳 而且一直领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要回来问Jade是说 那像这样子高股息的ETF 也是符合您刚刚为我介绍 这个相关的逻辑吗 我在挑选上 是不是要更注重这种低波动 然后才能 然后又有一个稳健的 这个配息的部分 然后才是我可以纳入 这个ETF 退休规划的选择呢 的确喔 其实台湾面临到退休风险 是非常的高的 对 我想大部分人不会觉得说 我靠政府的年金就够 因为其实有统计 现在是70%以上的民众 他们认为年金是不可靠的 是啊 就是这是现实 因为的确不包括我们 不过好处是 大家现在 起码中生代都有这样的意思 会提早开始做准备 对 那其实退休也没有这么可怕 的确就像主持人讲的 因为我们常常讲 退休准备啊 都会把时间 焦点放在退休之前的累积 嗯哼 但其实更重要的 其实是在退休之后 你还是要持续投资 嗯哼 因为如果假设你是 只有在累积 累积到一个时间点 那退休之后就开始 持续的坐视三空 他其实是没有很难去抵抗 所谓的另外一个叫通膨风险 嗯哼 尤其像现在的这个通膨状况 你当时存的钱 等到你这个走掉那一天 一定一定不够用 所以一定要持续投资 嗯哼 那对于退休族群 其实最大投资的难处在于 你已经没有新的资金活水了 嗯哼 年轻的时候 我们着重的是 可以做积极一点 然后可以做这个资产配置 但是老年的话 稳定是最重要 是 对所以的确像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如果是以高股息 嗯哼 来做所谓的退休准备的话 嗯哼 他的那个控制下挡 跟破制 控制波动的能力 可能就会比 累积时期更重要 那那如果是回到说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 累积阶段啊 其实我们也会 有时候可以 大家可以有另外一个思维 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探讨说 高股息 配息 谁配比较多 嗯哼 但我们反过来想 如果你今天挑高股息 你是从所谓的 谁可以创造比较高的 这个总报酬 的角度去看 嗯哼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 把领到的息之后 再重新再投入 的效果 对因为我 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么多 嗯 的这个资金需求 因为我还在赚钱 我还有薪水 对 其实说实在 你配息给我 嗯 我们有所谓的再投资的需求 可以再持续的投入 那我觉得这个 就更合理化说 其实你在挑高股息的时候 除了息 你更要看到 长期资本增值的能力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我 我要echo 就是呼应一下 J刚提到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在我们存 就是累积退休金 现在 例如我们的年纪 现在的累积期 那你领到那些席 真的是 你说去吃一顿大餐也好 或者什么 其实不见得是够的 那你要拿回去存 本 其实以现在来讲 你要把这个本 你要存的这个张数 是够多的 未来退休后 才能够领到更多的息 这是起义累积期 然后第二个呢 是在讲 退休之后 其实我真的觉得退休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恐怖 因为我以前在讲座上 常常大家会问我说 立方老师 我真的没有办法存到2000万 我真的没有存到1000万 我都觉得很难 那问题是1000万够吗 我就说你真的不要把退休想到这么难 假设你真的可以在60岁65岁存到1000万好了 可是你并不是在你退休的那一刻 你这1000万就从此再也不能用 或投资或花 你一定是假设你一个月花个5万好了 或我们算5万比较稳 一年就多少 60万 所以你把1000万扣掉60万先拿出来 你是不是还有940万 你可以放在资本市场里面 继续去投资 不管我们领股息也好 然后或者是领这些什么相关的配息也好 这个钱900多万还是在帮你赚钱的 所以你并不是每一年每年感觉 像我没有出到100万之后 退休的那一天 我就要感觉很快就把这些钱花 那个恐慌感是自己给自己下的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 那不过退休规划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昨天在看Netflix的时候 就突然被推荐了一个叫长命百岁 那我本来以为是什么片子 点进去看发现它是个纪录片 就是有一个主持人 然后我不太知道认识他是谁 那他就是很想要知道到底全世界各地 有一些人百岁人瑞 其实很多 那日本又特别的多 所以他做了一些纪录片去追踪 这些相关的到底这些日本 住在沖沖沖沖 102岁的某某婆婆 连那个头圈圈都头得很准 然后还可以跳舞 跳舞是把他们日本的清酒的酒瓶 放在头顶上跳舞也不会掉 102岁 那我要讲的是我看的那个 我其实是很震撼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要活 那么久 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长寿不是祝福 是诅咒 那如果我们的资金的准备不够 那我势必会影响到我的家人 虽然我生很多小孩 可是我我也不想变成小孩的负担 那所以退休准备这件事情 真的是大家真的现在就要做 那错 嗯好啦 讲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太沉重了 这样子 不过呢我们就在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来回来 探讨这样的高骨鞋ETF 应该不只有做退休规划吧 因为对小资族啊 其实我觉得他禁止很低 一张才一万多 就是也很适合我们的这个小资族 拿来做一些储备啊 存低桶金也好 或者是慢慢的去累积 你想要买房子的资金等等的 对吗 因为我想 既然高股息叫全民的ETF 他一定不是支付有退休组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展开来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百搭的 投资商品 而且资金门槛 重点是资金门槛很低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好大的好处 对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回来 股市瞬息万变 想要致富分秒必争 提前掌握趋势才能先赢 免费订阅 订阅陈坤仁分析师YouTube频道 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三十分 线上直播第一手掌握当日股市精华重点 快上网搜寻订阅陈坤仁分析师YouTube频道 并且加入LINE AT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早上八点三十分 与你线上见 摩尔头骨一百一十一年金管头骨 新字帝014号 我是近新闻主播廖芳姐 在这讯息爆炸紛乱的时代 我们与众不同 没有新山色只有传递真相 我们强调多元专业深度国际 译文弱势 以优质报导带您迅速纵观全局 是您最信赖的新闻台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 尽在86台MOD508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 面对困境感到无助的时候 心经能够引领我们 感悟人生的大智慧 为心灵注入正能量 我是尹乃金 心经生活禅 关心自在 心经十二讲有声书 由我和佛学大师陈清复对谈 将心经从历史的起源架构和内容 分为十二个主题 带您更加熟悉佛法的脉络和修行法要 心经生活禅观心自在 心经十二讲有声书 一套六片CD装及导灵书一本 定价499元 订购请下8369 2698 什么都涨 当然荷包也得跟着涨 想要薪水涨大 就该加入最大 台湾第一档月配席的债券ETF 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代号00772B 网罗全球高品质龙头公司债 根据彭博资料00772B 自2023年7月规模突破千亿 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债券ETF 唯有中信 让你越配越开心 存在更有感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详月公开说明书 团结力量大 投资股市也是如此 有了标股智囊团 让你投资更给力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 欢迎收听标股智囊团 专业的丁兆宇分析师 带你纵观股市最新的行情 从中挑选最有实力 最有战力的股票 全世界牛秀吧 全世界牛秀吧 那应该不是只有适合退休规划吗 那它还适合哪些投资人呢 就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 如果要我讲的就是全部 它真的是百搭的东西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 ETF的投资人啊 除了刚刚讲的退休族群 或者是追求稳定配息的这种 中石户 那其实更多的其实是年轻人 年轻人 那以往在我年轻的时候 你现在也是年轻啦 我的妈妈是第一代 台湾的共同基金投资人 她从四大投信的时候 就开始买基金了 那那个年代 其实台湾还没有那么多的ETF可以选择 那当然我必须要说 共同基金还是有共同基金的优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 很明显的趋势就是都 资金就是往被动是很重 那ETF最大的几个优点 第一个她没有人为判断失误的空间 那当然反面来说就是机制设计非常重要 因为机制设计错了 后面就没得久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她的资讯透明好买 那第二个就是说她的那个 购买的方便度 因为台湾毕竟还是一个台股为主的市场 那我觉得台湾挂牌的ETF最大优势 就是上板子就可以买了 大家手机掏出来直接就可以 那不像基金 你可能要去银行的平台 或者是券商的平台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的确就是说 ETF那 但第三个优势就是 她比较便宜 相对于传统的共同基金 所以其实对于小资族来说 如果你是年轻族群 可能20岁刚出社会的话 你要累积透过ETF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高股息ETF也可以是 因为通常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倾向 我自己周边的年轻的同事 很多人是买每股ETF 对啊 对 那买每股ETF追求是一个高的成长性 那也有很多投高股息ETF的 那他的使用逻辑 就会像是我刚刚所说的 我今天领到股息之后 我其实也可以再投入 因为现在台湾的定时定额 跟领股交易都已经非常的 都非常灵活了 不一定你要存到就是一张两张 才进去买 小资你就是定时定额 一个月三千六千 其实也都可以扣 甚至盘中领股都可以买 所以我觉得对年轻族群 小资族你领到席 你就是再把它打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那另外一种 我觉得其实最适合的就是像 我们这种 三明治族 对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我其实有非常多事情要忙 坦白说以我们 虽然每天都在接触金融市场 我自己也是ETF的忠实爱好者 是因为我其实下了班 我甚至也没有那么想要去看市场 看购物 因为太多根本看不完 以前是资讯不足 现在是资讯过深 每天涨涨跌跌 那个太多资讯了 那我反而就是挑 好选好一个好的机制 我就可以先把我个人的投资 就安心的交给那个机制 我觉得会是非常重要 所以除了累积 除了退休 广大的可能20岁到40 50岁的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我觉得都都真的很适合 所以真的如一讲 就是全民ETF 对 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理财工具都是中性的 那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好 或者是不好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 除非你是真的是刚毕业 钱真的很少 只能选一种理财工具 要不然我想Jay跟我们这个年纪 有一定应该就是 手上一些有一些资产 这样我们都是会配置 所以什么买一点 什么买一点 那高股息的相关的产品 应该也就是我们的Portfolio里面 一个还蛮固定的 我其实都把它当作是固定收益 当然它不是绝对的固定收益 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有股票追求 像您刚刚讲的美股ETF 我也有那种S&P500的指数的ETF 那就是追逐的就是一个长期的 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那也是做一个累积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会有一大笔 可能就是放在固定收益 我就是为了稳稳的现金流 那像这种所谓的高股息的ETF 也是被我当成是这种固定收益型的商品 放在这个我也是现在的储备里面 那未来也是觉得说 我个人退休 我因为理解的理想退休年纪只剩五年了 所以我可以努力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样 所以现在正在努力的存 这个高股息的ETF的部分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啊 J要不要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了今年以来 感觉上就是说 其实台股也涨的还蛮多的 那但是我看大概这一两个月 都是陷入整个箱形整理 对不对 那你回顾整个八月 感觉上也是一到今年以来 前八个月就八月的整体单月份来看 表现是最差的一个月份 那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 那剩下台股我们还有大概就是四五个月的时间 那您怎么去看下半年的这个状况呢 其实我们对于其实不只是台股 还有全球的股市 我们都认为现在 我们凯基投信的看法就是 他是在第一节比赛跟第二节比赛中间的交界处 所谓的第一节 就大概从去年的十月第一点 一路反弹到七月为止 今年的七月 这大概长达九到十个月的时间 很明显的是一个希望期 也就是企业的获利在往下走 但股市的评价已经脱离了 就是去年这个高利率的影响开始往上回升 那接下来我们预期会有一个两到三年的就是主身段 那主身段大家要有几个认知 就是第一个他的上涨速度 绝对不会是像过去的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要正确的认知 但第二个就是多头的看法 其实我们反而是更有信心的 因为接下来就是企业获利 有机会从谷底往上 那我们看到回到台湾 其实台湾真的不用太担心未来几年的发展 因为毕竟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像台湾有这么完整的AI产业链 所以这个是real deal 这是真实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库存的调整 大概就是也是从第三季开始 要出现一个反转 所以整体的企业获利在2024年都是往上修 唯一的问题就是评价现在不是那么的便宜 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如果你是有寿星阶级 持续有资金进来 那就是定时定合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 第二个如果在第三季 第四季的交界处有转换的话 我们有一个5015的策略 每跌5% 市场只要从高点跌5% 是第一个进场点 跌10%就是第二次的进场点 15%就是不用考虑 因为我们从高股息的策略 大部分啊 跌5%跌10%跌15% 大概未来一年的报酬都会非常的可观 甚至是双位数以上 那你这个5015同样是适用在比方说大盘的指数 或者是ETF的净值或者是个股的股价的部分 呃我们会建议的还是会 以有多因子的有波动度控管的高股息为主 因为这一类型的产品通常他的波动度比较小 那所以你第一个节点5%对他来说 可能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回档 所以呃以我们的这个自己的ETF的设计的话 我们会建议用5到15 那大盘的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股票就不一定适用了 嗯嗯嗯 ok 好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说今年以来啊这样的一个 嗯感觉上很多的个股跟ETF都都涨了其实很多 甚至很让投资人很惊喜齁但是这个惊喜能够维持多久 嗯这个就是考验到各家的这个功力嘛 那有时候实施赵英雄就这一波真的是AI涨起来 很多公司自己原本可能也自己被涨的莫名其妙 然后后来涨高之后被外资也卖的莫名其妙对吧 因为他们很多就是觉得说我还是老实在经营公司 我还是老实在做事那股价的高低真的也不是市场经营方可以去控制的 那我想在这样子一个一个可能面临的波动啊 然后面临一个相对的波动现在盘整 然后波动感觉有点提高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更是应该去重视这种所谓的相对的波动低一点的 比较稳一点的 我一直觉得投资哦我啦我个人不是那么觉得要去追逐那种高风险的 那因为老实说真的大家都工作都很忙不见得一定这个投机才 然后这种你可以去看短线啊然后做一根掌停板你是可以赚得到钱的 那大家还是安稳一点哦 因为毕竟如果大家是上班族为主了或者是你平常也是很忙碌的人了 那你没有办法那么贴盘那或许ETF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就是交给指数 他自动会去有一些机制去帮你筛选出一些比较好的股票 那像有关这个高股息ETF也是同样的逻辑哦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卡基投信的J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他的这个分享跟分析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拜拜